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官宣恋情了吗?网报和李线秘密领证结婚怎么回事? 娱乐圈中明星音系生情已经成为一种常态,不少演员都是通过拍戏成为现实夫妻。 如,童颜夫妇李线和杨子正式宣布新恋情,网友们都炸开了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杨子官宣恋情了吗?网报和李线秘密领证结婚怎么回事? 李线和杨子是什么时候决定在一起了的?流量小花杨子现任男友叫什么? 接下来,大家就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。杨子和前男友秦俊杰为什么分手? 2017年,杨子突然晒出了一张与男友秦俊杰的搞怪照,并称情人节快乐。 两人的合影也是迷之角度,由下网上,缺点也全部暴露,真是自拍界的泥石流。 随后,秦俊杰转发了该微博,调侃道,我可能找了个假女朋友,前天是情人节,为什么发我这么难看的照片? 比起这个,更虐狗的是两人直接在微博下的互对,秦俊杰说你发这张图是在黑我,杨子回,有意见吗?我好看到哪去了吗?搓衣板呢? 秦俊杰回,互相伤害,这是微博,给点面子。 杨子接着交代秦俊杰,好好爱你的女朋友,健康长寿,祝你幸福,一生平安。 然而,好景不长,杨子与秦俊杰,这对明星情侣最终还是分手了。杨子现任男朋友叫什么? 最近,有媒体拍摄到李线和杨子两人牵手逛商场的照片,看上去两人亲密无见,李线右手插带,这一动作代表着李线本人占据主动权非常有把握对待这段恋情。 此消息一出,网友们都炸开了纷纷提问,在银瓶上撒狗粮就算了,在现实中也这样?你们觉得他俩配不配? 随后,外界对童颜夫妇进行扒批,才发现从大学时期开始,杨子和李线便是同班同学,两人毕业于同一所戏剧学院。 有不少网友认为,杨子和李线非常有夫妻相,并真心希望他们能够从荧幕走进现实。 对此,不知道你们怎么看?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中文字体 中文字体 中文字圈